蕭基會因為收到好幾件韓國人氣主持群 RM見面會的申訴案件 特別召開記者會公布投訴人的訪問影片 蕭基會表示消費者花了6800元買的最高價門票 收到的竟然是靠近3500元的區域 而且售票公司還規定不能退票 已經違反消保法的規定 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這麼一個記者會 我們希望業者以後在賺錢的同時 也要默默自己良心要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那也因此我們認為說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消費者除了你在消費者收到票的時候 你不能夠讓他在退票期限過了之後才收到票 而導致他沒有退票權利之外 如果消費者因為票券上的位置 跟他所付出的金額是不符合當初你們所提供的資訊 以及應該有應有期待之下的情況之下 消費者具於主張退票 我們認為說是應該不應該 向他收取任何的手續費 消費會呼籲民眾遇到不合理的情況時請不要沉默 除了向消費會反應之外 也可以向官方申訴 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 記者許超雄台北報導 中家有線電視 熊精菜